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个视频主要是分享一些绣球迪摘的扦插经验 在这个视频里,我会将扦插了一个半月的绣球挖出来 并且洗根展示给你 我想,看完这个视频,一定会让你对繁殖绣球充满信心 在挖根之前,先给你展示两颗去年扦插纪念开花的小苗 目的是让你了解这样的扦插方式所得到的结果 绣球迪摘扦是最少管理工作,且存活率也很高的繁殖方法 这颗小苗扦插了一个半月 现在挖出来,我们看一下它的根 你看这里,已经看到一些了 现在把泥土剥掉,洗一下看看它的根的情况 感觉还不错 扦插后才一个半月能长成这样,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接下去的视频是一些扦插小苗生长情况的部分记录 你可以从我的成功或失败的经验中了解到 选择什么样的枝条扦插更容易成活 这一颗是去年扦插的小苗,今年刚刚开花 为了促进这颗苗生长得更加强壮 所以我就决定早一些把这个花剪掉 随便将剪下来的枝条用来扦插 注意到这个牙点吗 这是从上往下找到的第一对见状的牙点 我剪它的目的不是为了扦插 目的是处使这个小苗长得更壮 尽早长出更多的分支 所以就选择剪掉牙点以上的部分 但是剪下来的枝条也不能浪费了 虽然它不是扦插枝条的最好选择 但是我也拿去设置扦插 这根枝条保留了两个节点 一个节点会插入土中 另一个节点保留叶片 扦插入土的第一个节点上的牙点 很微弱,基本看不见 所以这就是我说 为什么这个枝条不是扦插的好选择 你会看到它与随后扦插下去的 其他枝条生长的对比状况 而明白选择正确的枝条的重要性 箭头所标的是之前扦插的那根枝条 一周后我又剪了三根枝条 准备扦插在同一个位置 这些枝条无论是第一个节点 还是第二个节点 都有明显的牙点 关于枝条的选择 概念上是说选择半木质化的枝条 但是对于没有经验的人 有时候不好把握 那你就看这个枝条上 有没有明显的牙点 如果两个节点都有牙点 那它的成活率就会很高 另外注意 根据不同品种选择扦插位置 这个位置指的是日照的多少 这些苗牵插的位置是靠墙向东 同时上方还有一个大树 所以这块区域基本上是上午的部分直射阳光和部分的散射光 因此这个位置是比较有利于大花绣球生长的 如果是圆植绣球就更适合种在全日照的地方 从牵插到现在已经22天了 红笔圈起来的是8月1号牵插的苗 打勾的是8月6号牵插的苗 目前看上去好像还没什么区别 现在是第45天 再来看8月1号牵插的苗 与相差5天后牵插的苗 区别已经非常明显了 它们都是在同一时期 同一环境条件下牵插的 因此 这里就可以看出 牵插织条的选择 对于成活率的影响 所以 正确选择牵插织条 对繁殖寿球很重要 先消毒剪刀 然后剪质 我个人的牵插经验 是选择花已经基本开脉的枝条 剪质 而且在剪质的时候 我会以保证母猪的生长为主 所以 在剪质的时候 我会把最大的牙点留根母猪 然后 再将剪下来的枝条 挑选能用的拿去牵插 当然 如果你特别重视牵插的话 那就不要像我这样选择了 你就要去选择最好的 最健壮的至少是两个节点上都有牙点的枝条 这里是一些去年牵插 今年已经开花的小苗生长记录 去年牵插的时间是7月份比今年早一些 也没什么特别原因 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有枝条可用去牵插 当然如果你手上有枝条的话 那早一个月牵插就多一个月生长量 当然更好 可惜这个小苗我没注意给它们施肥 所以没有长出更理想的体量 现在是11月 已经是落叶满地了 它们即将会受到寒冬的考验 我依然是男人原则 任其自然 没有给它们特别加盖一些覆盖物 只是任由 落叶在它们周围没去清理 只要熬过了冬天 它们就真正成活了 这里要提醒一下花油 要注意你的秀极品种 是否适合你当地的气候 否则如果不是耐寒的品种 地灾千叉在室外过冬的话 可能过一个冬天它们就挂了 时间来到2022年8月 终于它们开花了 我这里是北方城市 所以它们开花时间相对晚一些 如果你的城市气候更温暖 它们应该能更早开花 还有如果我能记得给它们施肥 它们应该长得比现在更健壮 绣球地灾千叉总结 一、选择适合你当地气候的品种 二、选择适合千叉的枝条 三、千叉在有遮阴 并且有散射光的地方 四、保持土壤湿润 来年你会惊讶地发现 就这么简单 你成了一个拥有魔法绿手指的人 谢谢观看 下次见